大紅炸子雞啊 這個很強... 譬如說台北最強的 對 這個是最紅的香檳湯 之前都不給拍 對啊 以前是小攤販 然後他們開了30幾年 都不給拍 開了40幾年 後來轉租成這樣子 漂亮亮的 對啊 很日式的感覺 老闆你好... 老闆聽說你們是賣了40幾年 對 因為我們從那個 現在民國65年開始賣 9月的時候才搬過來這個店 搬到1年這樣 所以主打的都是鮮魚湯 最招牌的是鮮魚湯 但是我們所有的湯類 都是一碗一碗現煮的 然後都是當天的食材 這個有點像我們之前 在台中那個辣米 台北很少看到 很少看到 對啊 而且我們家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不是做油麵 對啊 它是白麵耶 而且這離你家很近耶 對啊 你是走路來吧 我都白吃 我都沒有吃過 不是 這個魚湯很荒謬 對啊 整隻魚在裡面啊 整條耶 你看它燉到很軟 很軟嫩耶 整條有... 好 讓它回去... 而且然後它的魚湯也不貴 才100塊的 100塊整隻魚耶 其實蠻划算的 蠻划算的 這個魚是胡蘿魚 對 胡蘿魚 但是是當天的 胡蘿魚 對 他說它的這個是洗禁飯 對 豬肝 有下水啊 還有花枝 蚵啊 花枝 蚵啊 而且它有放青菜其實 對 他說它這個老闆娘 有說是當天的 就是當天食材都新鮮的 來 用麵吃嗎 紅麵開始嗎 它的顏色也好漂亮 蠻翁哥 你要婚禮 你要稍微控制一下量喔 好 這樣很好吃喔 它一種就是它的肉燒的油漬 進去給你的感覺非常的舒服 它不是過鹹 可會過油 它就是有用北部的口味的 但是吃到中間的時候 因為它用那種蒸的麵 所以它的麵的本身的口感 稍微硬一點點 它比較像接近那種正麵 但沒有到那麼誇張的中間 那我覺得剛剛好 它後面的時候 它反而是有麵粉的麥香味出來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調味 其實如何重 簡單的那一種 這裡面很讚喔 這個麵的硬度是我喜歡的 喜歡的對不對 這樣子調味 真的吃得到 像麵本人的味道 對 它的醬汁不是給滷汁那種帶鹽 它是油味特別明顯 有點像醬油的豆漿 它用白麵 可是它做出的那種油麵的口感 帶彈性的那種感覺 吃起來沒有負擔對不對 這感覺是你早上回頭過來吃 米粉 這麵真的很強耶 很明顯 你比較喜歡 對... 超明顯 但是另外用蒸的關係之後 你看彈性 你可以說調一調分明 但是又非常有口感 它那個彈性 然後再加上它的肉汁 它肉汁在裡面的時候 它感覺是跟這個米粉 其實好像是雙毛胎 雙毛胎 他們跟人口味 兩個人結合在一起 是完美的配搭 而且我會把米粉的甜蜥 全部回答 對 米粉 外套骨盤 玉米去玉米 玉米 真的 拿回去了 米粉更細 所以更細 可以吸附它的醬汁 所以它吃進去的口感是適口的 可是你又會覺得 每一條的口感都適到 但我很想要弄在一起吃 就是弄在一起吃 都合得總共 總共 總共 都很好 來 魚湯了 來 起家的喔 魚湯 對 然後這個湯喔 直接非常的清淡 等於它是就是煮魚 它沒有再多加清淡 然後它放了九層塔的香味 味道會非常的明顯 很直接 就是你魚肉咬下去之後 它那個鮮味跟甜會直接爆出來 很舒服 你喝了這個魚湯 你是會有那個精神的感覺 你會覺得幸福 你會覺得舒服 你會覺得自己今天是有體力的 好適合當第一餐的感覺喔 這個湯好好喝喔 調味道很簡單... 但可以吃到甜味 鮮甜的味道 然後就是九層塔真的是 對 那個畫龍點睛 你這樣成語耶 我最近今天不上館獎 真的是用舒服來形容 最順 你會覺得那種腿這麼軟 好喝喔 你前面一開始在吃它的口感 會覺得比一般吃到的烏骨魚 更軟嫩 然後後面它魚油的香味 居然是明顯 對 但是完全沒有土味 很少用鮮甜來形容烏骨魚 通常都吃它的口感 吃它的醬料 但我覺得可以用鮮甜形容它 對 就是魚肉本身滿迷人的 反而我覺得湯量剛剛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石井湯 石井湯 石井湯入島 七十湯 八十... 八十也很便宜 不重要... 不利多銷啊 我覺得這個120我都覺得合理 如果以湯的迷人能入的話 其實我覺得石井湯更多 真的喔 包含了內臟 還有鵝啊 還有花脂 有些的那種香氣跟甜味 真的會在湯裡面 剛剛我們有說它是用鮮湯 對 但你這個稍微讓它煮一下之後 我發現它在裡面 它釋放出這些內臟 或是讓它的蛋白質 到湯裡面的時候 這個肉質還更優秀 更有層次 變厚實的 我要吃豬肝 好 我要開動 豬肝 好濃喔 好吃喔 豬肝很容易就是吃到粉粉 不行 起來就會粉粉 它不會 真的是新鮮的那種 有帶Q的那種脆脆的口感 真的好好吃喔 內臟跟海鮮在放在一起好聰明 海鮮還是帶有它自己的海味鮮味 內臟的香氣會變成它只有香味跟油味 在那個湯裡面 變成也有點像骨頭熬的湯 然後它又加青菜 瞬間幫你解憎 所以這碗湯的味道 是不是你會覺得好像更有層次 好開心喔 我家附近有好吃的早餐店喔 而且這個 你可以挑譬如9點到11點 那個時速 也不會太早 對 然後大部分比如說 出門工作的人也吃過了 對 這時間點來剛剛好 但週五就太多了 又是一個炸紙機 對 這一個附近我算蠻熟悉的 又看到公司在旁邊 真的喔 對 阿威爾的超可愛的店 好好喝湯 它是賣滷肉飯耶 好有趣喔 而且你說一開就已經... 很現代的裝潢 一開就爆紅 對 你好 老闆你好 老闆你好 滷肉飯怎麼會想說 它裝潢得這麼新潮啊 因為滷肉飯說 賣的就是年紀比較大對不對 對 春後的 我希望年輕人也可以加入 繼續吃滷肉飯 其實滷肉飯是一個飲食 我們主要是賣燉湯 台灣傳統的燉湯 燉湯 小吃的 對...就是一種一種的燉的 因為我們阿公阿公 做到現在的 才一次加對不對 對 聽說是 剛好我身邊很多 做設計的好朋友 對 是這些很可愛的名字 對 超可愛的 很像小實驗室的 那種感覺 比較吸 做比較吸睛的 在年輕人才覺得對不對 像年輕人就看到 A很可愛的 好久還來我們進去吃 滿有想法的 對 滿酷的 很有想法 但是我們過來吃看看 沒錯 它的味道也很好 好 這個... 這個黑筋喔 這個它就是這種 半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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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雞汁 然後這是雞油 這是老闆調的祕密武器 其實這有點就是類似 復古中帶一點風月風 在潮流 對... 潮流 它連稱帆為座的地方都很可愛 好可愛喔 對 吃飯好甜喔 它其實連餐具都蠻用心的 你看它湯是這樣子耶 木頭碗裡面再放一個碗 可以隔熱 對... 好用心喔 而且剛剛聽說 點這個湯 你加10元就有滷肉飯的 太便宜了吧 先吃飯 先吃飯 好不好 滷肉飯 對 滷肉飯先 滷肉飯 沒吃過的滷肉飯 沒吃過 怎麼可能 很好吃 就是油脂煸鍋 它也在嘴巴裡面直接化開 然後那個油脂都會 就是巴附在那個飯上面 像類似中藥的那種香氣在裡面 個人很喜歡 因為你吃過的滷肉飯 其實敢來說光我們自己拍 也就不少了 對 然後會讓你 就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應該真的是蠻強的 有在搶 它好浮 它的滷肉也有點像我們吃那種 很傳統的肉桑 裡面那種燉到很軟爛的 那一種滷肉 它不像走肉罩那個路線 它很像是把整塊五花肉去燉好 像東坡肉那樣 再切成小塊放上去的感覺 就是肉的油脂味道超明顯 這種滷肉飯是我自己 也比較喜歡 因為我覺得它這樣的豬油的香味 非常非常... 所以比較強烈 所以你在咬下去的當中 馬上就會發開了 也有像米糕上面 對 清水那間米糕上面的 這好運氣很好吃 我覺得是因為它的飯 煮的是帶有空氣感 對 激烈分明的感覺 它的油只會滲到那個空氣裡面 對 這種應該算是我們三個 都會滿喜歡的味道 對 普羅達上絕對都可以接受 而且真的是好吃 雞汁飯 我也很期待 可以在小吃店單純拿一碗 這樣的飯 其實不容易 對 好好吃 好香 好香 然後真的是米也是很 就是配到雞汁很搭的那種 就是胖胖的 肥肥的 所以咬下去就可以米香 跟雞有的香 同時都可以吃到 好激烈 好激烈喔 好激烈喔 我跟你講它看起來白白的 味道超濃郁 它是雞油加雞肉肉汁 可是它的飯也沒有因為 淋了這麼多東西 然後變得軟軟的 它是很有口感 帶Q勁的飯 反而上面油框素是化龍點睛 你享受完那個雞油之後 最後是那種油框素的那種焦香味 好爽 很強很強的雞肉飯 留下一個雞油 那個雞油的香味 直接進來感覺發 雞膏湯 它很像用雞湯煮的飯 煮的飯 連飯是蒸的感覺 它吃起來就是真的 米好好吃耶 對 有用米也很好吃 白飯會好吃是因為 我有去日本 找那個煮飯的老爺爺 叫煮飯鮮的 它的飯是真的很好吃 煮飯的凡事都講究就對了 對... 我們剛剛以為加10塊 它可能沒有 不會想說配搭 因為我們剛剛馬上當贈品 才吃起來 不會 不會期待 不會特別期待 但是因為吃 人家真的用心 有被嚇到喔 好 先吃看這個卵骨 一米就花椒了 來 那我刻意選有骨頭的 對 這裡 這很迷信 這不是卵骨的膠質吧 你已經開始... 它在鑽一鑽 這樣 超級好吃 但是完全骨頭已經消失了 只剩那個膠原蛋白 不像軟骨 比軟骨更嫩 是譬如說用嫩來形容 就是咬下去就會香氣 骨碎的精華 超好吃 可是它這個... 你看這個哪是軟骨啊 這不是軟骨耶 這是果凍耶 是牛筋啊 是牛筋 湯也很好喝 湯它又加了筍子 所以筍子的鮮甜味 很像是跟它的骨頭的香氣 融合在一起 像大骨湯加新鮮筍絲的鮮味 很好喝喔 肉的部分 我真的覺得是蠻優秀的 但最厲害的就是那個豬肉 就像鱸魚 直接不用咬 直接含著就化開了 但是它整個湯 它其實有點... 它不像傳統的那種薯汁排骨湯 它剛剛是有說 它加培根 它那種培根說 你會覺得有點類似像 我們像活... 有一點點像 精華火腿 精華火腿的那種感覺 有點像微微有奶油的香味 的那種湯的感覺 這個湯的底蕴是很濃郁的 很厚 那我喝個這個 薄皮辣椒雞 薄皮辣椒雞的湯 那湯的感覺就不一樣 油比較多 你喝的感覺有補一層雞油在上面 我更喜歡這個 辣椒的 辣椒的甜味 它其實有帶甜 還有雞油 超搭 你看它直接補肉 分你這根筷子夾耶 直接化開了 吃一點肉... 吃一點肉 好厲害喔 因為他們真的煮到 那個肉都超級...嫩 直接化好看那種 但是不會... 不是柴柴的 是還是要保持它的水分 但是肉質是已經嫩了 有湯也有肉 薄皮辣椒雞 好熱的 然後我們喝酒 很強喔 湯真的是超好喝 是完完全全 我認真喔 可以去媲美那種 就是那種飯店煮出來一鍋 整支那種薄皮辣椒雞 的那一種湯頭 微微的辣 但是薄皮辣椒那個皮的甜 它全部煮進湯裡 可是它上面的那一層雞油 你看起來油很多 喝下去舒服到不行 我們前面喝的那個魚湯 就是有一種早上起來 清清爽爽的 這樣喝起來很舒服 這個下班後喝到 也會是超幸福 所以就是下班喝的那種感覺 好想帶日本朋友來這邊 應該會喜歡吧 會喜歡 日本人絕對會喜歡 你不覺得這一次 就是它都是當紅炸子雞 可是我們原本一開始印象 都會想說 應該就是店有裝潢得很漂亮 或是超級有創意 可是你會發現 他們就是也很多 都是第二代 第三代 然後他們用原本有的味道 加上自己的理念 然後把它改良得更好 對 喜歡這一集 對 而且這一集 對 那種風格其實都 每一家都很有自己風格 你有發現嗎 很酷耶 每次見 絕情 走 下一半見了 各位 掰 在哪兒 炸子雞在國附近館 館站附近 但這一間店的這個門 非常非常的紅 真的很漂亮耶 很可愛 就很韓系 然後它是韓系的披薩 然後它在這裡也可以吃到 比如我們最常吃韓式 會有炸雞 然後他們說他們很流行 是這個餅皮 他們要沾他們一個大蒜醬汁 對 然後連披薩都可以吃那種拌拌皮 譬如有拌拌炸雞 他們有拌拌披薩 然後超多... 超多 真的不誇張 在這邊 他們覺得還有這種 然後就在這邊拍喔 你們剛剛也有拍照 他們也有買對不對 你們也有買 那我可以看一下 你們剛剛拍的那個在那邊 取景應該在哪裡才對啊 對啊 IG上面 這樣蠻Q的耶 真的很像在韓國耶 不是韓國很多咖啡廳 什麼都會這樣講 很可愛... 那我們來進去 好 謝謝... 青色都是女性 真的耶 4%的 原來是刀紅炸子雞 有抓住2549女的事情嗎 歡迎回來就是用披薩櫃 我們老闆是韓國人 然後我們老闆娘是台灣人 今年6月24開幕的 好新喔 那我們邊的所有的食材 或是披薩櫃 這些都是老闆他自己親手研發的 比較特別的菜色的話 比較特別的話 像我們這個地瓜披薩 就是年輕人流行點的 然後原來就是甜甜的口感 你們人氣商品都來 因為我們這一集是當紅炸子雞的主題 麻煩你們 我們把你們炸的 推薦的都來 對... 好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動漫感 你不覺得嗎 它很像卡通裡面 會出現的披薩 很可愛耶 就顏色很粉粉嫩嫩的 好可愛喔 旁邊那個蝦子的是 丹煲蝦 是韓式的中式料理 中華料理 韓國受中華文化影響 也非常非常大 哇 那這個可以拍廣告嗎 可以... 它的餅皮比想像多厚耶 它感覺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這個醬就是很常吃到炸雞 表面的那個 對 那個甜 起司甜的超級多 所以每一口都可以吃到 那個起司的甜 對 那個香氣 但那個醬好搭 然後就可以吃到新鮮的那種 蝦子的那種QQ的口感 它起司很厚耶 我以為皮厚 不是 對 是起司厚耶 對 都是起司厚 它這個餅皮這邊是厚的 對 它餅皮有質心 這邊下面也是薄的 對 上面都是起司 我覺得它用這個醬很聰明 它有一點像我們吃 韓式糖醋肉 對 帶甜 然後我覺得它的酸跟辣 都是微微 一點點刺激你味蕾的感覺 它其實變成有一點點奶香 但是給你好多口感 口感超級豐富的味道 超酷 那我就試試看 餅皮就沾這個 大蒜醬 大蒜醬 對 你沾喔 我來吃這個 肉弄喔 那個蒜全超級明顯 不是嗆的味道 因為帶甜的關係 所以變成只剩那個蒜的香 跟這個cream的味道 超搭 那個蒜 基本上可以自己當作一個醬料 對 搭這個炸雞啊 也會好吃 也是 這一定是雞品 超好吃的耶 是醬 想要搬買這個醬回去 你配餅乾 對 韓國不是也有大蒜麵包餅乾 像那個 沒錯 帶有甜味 好好吃喔 可必 這個是地瓜 地瓜 這個我蠻好奇的 說像甜點 這個吃起來更厚實 蜂蜜芥末 芥末 這樣 很加分 是喔 因為地瓜跟起司 就管想一下就知道超搭 對 然後再一點蜂蜜芥末的甜味 超好吃的 它整個塞爆了 真的喔 對 它塞得滿滿的 對 對 它明明吃的加那麼多 可是你咬下去有一種 那種煙燻火腿的香氣 它裡面在最下面 你看 裡面中間就加了 那個蜂蜜醬 蜂蜜醬 一層 整個一層 它最下面那一層 是還是做鹹的底 對... 它上面是有點甜的 它的甜是我覺得是微微的 不是真的 它不是真的完全走甜點的那一種 它很像是下面是炙烤過 或煙燻培根的那種香 有煙燻味的香氣 上面是微微的甜 它反而是走口感 但我覺得這好好吃喔 清風 清風芥末炸雞 它的下面是芥末醬最甜 然後就已經沾到那個醬了 對 所以應該要配這個清蔥 你好像洋酥還是 開始吃草 這個也超好吃的 比本身就有一個醃漬的香氣 味道很夠 很豐富 然後最後是用清蔥的香氣 整個包起來 它蔥真的給很多耶 我覺得韓式最甜就是那個皮 對 它之後中間還有帶一些空氣醬 而且它可以把肉質鎖在中間 不管是用芥末醬 或者他們的芥末醬 都會很搭 他們的炸雞可能改搭所有的醬 例如這個 你只是你前面鋪這麼久 是為了要沾這個 你感覺很搭耶 結果你最厲害的是這個醬 對啊 韓式炸雞每次吃 它就算外面已經裹了很多的醬 它吃起來皮都還是脆的 對 很好吃 它很像脆餅一樣的口感 可是裡面的肉都還是多姿嫩的 他們醃的方式 也會跟日式台陽炸雞又很不一樣 我喜歡芥末醬 芥末醬 它在韓國好像很紅啊 這種芥末醬 這個口罐裡面聞起來 就是那個電影院的吉拿棒 對啊 有粉 那個粉的味道 好神奇喔 光尾就是覺得 而且像吉拿棒甜點的 再搖下去是鹹的 裡面很Q很Q 然後這起司 它的起司本身也是有帶Q的 對 所以整個變成沒有中間有界線 對... 界線 這樣整個都是在魚局 就變QQQQ 鹹點... 然後出水 拿出水喔 我看就好 它外面那一層粉 還有一點類似像我們 就像我們像梅粉喔 酸甜味的感覺 就是它帶有一點鹹味 它咬下去之後 反而中間那個球的口感 是比較少吃到的 不像我們的那種 地瓜球的那種味道 它的紮實是像 有一塊起司做的奶油 卡在裡面 然後外面像那種QQ球 真的像梅粉耶 對啊 好神奇喔 真的滿神奇的這個味道 魔性 對... 整個環境是非常加分啊 對啊 你看都是女生來 可是他們給你吃的東西 是你是吃得飽 然後好吃的 對... 因為男生應該更喜歡採菜 男生就要約女生來這裡 你可以幫忙拍照 然後後來這裡 你自己又吃得飽 吃得開心